hello大家好,我是大炮 今天我去超市买了一板鸡蛋 还有一瓶可乐 我的可乐被谁偷喝了 肯定是小炮干的 今天我们去用这些鸡蛋 还有一瓶可乐 演绎一个鸡蛋的黑暗料理 演绎开始前,先把鸡蛋先煮了 在煮熟的鸡蛋上面 给个花刀 把几刀就可以了 鸡蛋染到点酱油 把鸡蛋饭锅里煎一下 蛋清煎成虎皮转就可以捞出来 可以了 鸡蛋入锅 倒入可乐 酱油 可乐和酱油的比例12比1 来两片香叶 一个八角 开火煮20分钟 20分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可乐鸡蛋 先尝一个 第一个 粉丝先吃 吃吧 好吃 哇 有个可乐的味道 这个比之前的虎皮鸡蛋呢 更好吃 是吧 稍微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嗯 这个可乐鸡蛋 经过煎了之后 外面的表皮特别有韧性 而且里面的黄特别嫩 它特别好吃 嗯 有个可乐的味 可乐的味道 加酱油的味道 基本上和可乐鸡蛋 差不多 你要吃几个 我吃四个 那一共是十一个 那我吃几个 你吃四个 那我吃三个 你吃三个 我吃几个 你吃四个 我吃三个 剩下的呢 剩下的留个爷爷奶奶 我等妈妈 嗯 好 来 小胖我给你表演一个 生菜包蛋 嗯 你先包上 这样 嗯 好吃 嗯 你给我吃点 新菜 嗯 你要给我吃点生菜 嗯 你要给我吃点生菜 来 我是大胖 还有我是小胖 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讲 拜拜 拜拜 拜拜